传周永康泄密北韩,金正恩怒杀姑父 金正日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同周永康亲切握手并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2010年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指定金正恩为继承人 邀请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管理一事 如今周永康也卷入北韩的政治斗争 美国中文媒体博讯新闻网昨天证实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故障第二号人物张成泽 2012年8月率团访问中国 曾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密谈一个小时 只有中方的翻译在场 张成泽建议让金正恩同父一母的哥哥金正男 取代刚接班的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 胡锦涛认为事关重大没有立即表态 但密会消息却走漏 北京调查发现周永康掌握的国安系统将消息泄露给北韩 2013年12月张成泽被指控参毒 结党淫私乱搞男女关系惨遭处局 因为张成泽是北韩政权的亲中派 中国方面极为错愕 也让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周永康家族贪腐后来曝光 曾有逃亡北韩的计划但没有实现 去年12月5日周永康被控收贿等罪名 已被开除党籍并将面临司法审判 当新闻 周永康报导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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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 中文